大家好,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是童文勋 继续关心乌克兰的问题 那么我其实到最近才到了这个年纪了 其实以前看过很多如何孤军奋战,如何守城 然后壮烈成人的这样的一些历史故事 我其实都一直不是非常能够理解就是 当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那种杀身成人,舍身取义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到底这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如果说要基于一时的义愤而赴死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可是你如果说长期抗战 你可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去恐惧死亡 然后可以做其他的选择的时候 其实你还要坚持下去 这是非常伟大,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我这次透过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军民 就是一起来抵抗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武力的入侵 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才能够真的理解什么是守城死战 我如今才明白 那相对来说 以台湾 我们其实要真的面临到那一刻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人性 最近看到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是讲说 人大概不需要去考验 人可能很多 包括爱情什么可能经不起考验 他就是在讲说 有一对夫妻带了两个小孩 然后他们去度假 去滑雪 就遇到了雪崩 然后在那个雪崩的那个过程中 因为他们刚好在这个餐厅外面 这个平台上面在吃饭 那没有想到 这个太太是留下来保护两个小孩 可是那个先生呢 是自己逃走了 然后他自己逃走了 就幸好那个雪崩 没有真的把他们住的那个地方 可以淹没 所以只是有很多的雪花 这个倾盆而下 可是没有产生致命的结果 可是这个太太呢 就不太能够原谅他先生 他甚至在不断的去思考 就是说当时那个场景 让他觉得非常痛心 为什么十年来的夫妻的感情 两个小孩还那么小 可是先生是他想要倚靠的对象 为什么大难来时各纷飞 那那个先生在心理上面的反射是怎么样呢 他不承认自己有逃走 然后后来呢 因为那个地方有这个秘录电视 有这样的一个一段这个录影 所以可以证明说 他先生在当时真的是逃走了 最后他先生一再的被这个太太 重复指责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自己精神也崩溃了 那所以状态上面 有人在遇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 他会很害怕 他会想要逃走 这个是不自觉的 可是心理上他是不是爱他的太太 是不是爱他的孩子 是的 那所以人性不能被考验 那最后这个电影呢 就讲到说 他们最后搭着巴士要下山 可是那个山路啊 很窄 那可是这个开车的司机呢 一直是显向还生的 导致这个太太非常的焦虑 然后他最后要求就是说 他要下车 然后丢他先生跟两个小孩还在车上 最后所有的乘客都下车徒步 这个走下山 可是在那个场景 在那个场合 他这个太太是不是有理解到说 他这种行为也是抛弃 先生跟小孩的行为 弃之不顾的行为呢 所以当人遇到恐惧 遇到生命 死亡的威胁的时候 真的会做出很多 就是自己可能都未必能够理解的 一个懦夫 怯懦或者是说 甚至是背叛家人的行为 那所以我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考验 如果要讲这个过去400年来台湾在面对考验的时候的这一些历史 恐怕不是一段非常光荣的历史 我们所知道的 当时荷兰400年前 荷兰在台湾建立类似一个政府的组织的时候 那是遇到郑神功的攻打 那是血战 可是台湾有多少人参战了 没有 没有多少死伤 那 后来 遇到这个日本入侵 当时应该就是 桃园就是以客家族意 的这个反抗 应该是最剧烈的 然后之后是日本已经占据了台湾之后 对于所谓的高山族 有一个义勇线 这种对抗是比较大的 那除此之外 其实有人说这个孤家开台北城 然后欢迎日军来这个进入 有这样的一个传闻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或者是说当甲午战争 还没有结束 清朝还没有把他认为的 这个属地 割让给日本之前 其实日本就已经攻打澎湖了 那这也是我 这两次去澎湖的时候 我想要看到一个历史的场景 在这些历史的场景去走一遍 然后跟着老师 帮我接都 就是你踏在那块土地上去理解当时的情况 那事实上在澎湖曾经发生过四大战役呢 几乎没有人伤亡 那所有的伤亡都是后来这些 占领澎湖的人呢 因为水土不服 而导致的病死 这个伤亡是比较巨大的 所以我们并没有很 我们不是战斗民主 这是肯定的 我们并没有很强烈的去反抗这些来殖民的人 有局部的零星的这个反抗 但不是全面的彻底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街头巷战 我们既没有经验 我们也没有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跟乌克兰是不一样的 可是在当今这个乌克兰示范过了这个结局之后呢 我们要不要全民皆兵呢 真的打仗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拿枪上战场呢 我们只能说我们个人愿不愿意 我是愿意的 我愿意重新学习 以前在这个高中打靶的时候成绩也还可以 所以我愿意学习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上战场 或是进入街头巷战 我们也愿意学习 所以绝对不要逃走 你要不要为这块土地fighting 不是为了这块土地fighting 我是觉得做一个人 你应该要做一个自由的人 那这个自由的人呢 是绝对不受欺凌 跟武力的征服的 武力无法征服你 然后我们也不逃走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可以做的个人的决定 那所以回来我们还是要讲 何以抗中 你何以抗共 在台湾你是只有拿着武器来抗共吗 其实中共最害怕台湾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一个 只要台湾维持民主自由法治一天 就是中共最大的敌人 因为它没有办法给中国的民众 有除了一党独裁以外 的真正的政治的选择 有人说 今天的中共的行程 今天整个中国的问题 是中国人愿意的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是中国人愿意的 所以不需要给予太多的同情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努力 就是为了人类的和平 任何受迫害的不公不义 其实即使它愿意被迫害 有斯德哥尔摩政后群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去唤醒 应该要去支持 如果它愿意争取民主自由 我们都应该要去支持 这是我的想法 那所以何以抗共 我认为台湾要抗共的 基本的价值 就是我们有信仰的自由 我们有宗教的自由 我们有政治的自由 然后法治民主 那浓缩来说 如果只有两个字 可以来区别的话 我觉得就是诚信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洛文门呢 关键就是诚信 而不是那些1450 或是支持蔡英文的人说 有没有学位没有关系 会做事就好 你没有诚信 其他什么都不要讲 就像如果有人去犯过 残害人类罪的这样一个罪行 你就不用去谈它有什么历史功过了 也没有什么大局为重了 不行就是不行 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 来综合讨论一下 就是说 追查洛文门的问题到今天 其实有很多事实浮现 这些事实浮现 可以去排除 过去有很多人出来护航蔡英文的时候 让我们看得是是而非 他们都是第一手资料 比如说刘铁针 他的第一手的资料 结果经不起事查核 发现说他在说谎 那么 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就是赖信源 因为这一次在 禁管局所提出来的 这个蔡英文的出境申请书上面 我们又看到赖信源的名字 所以赖信源在当年 确实曾经 他的地址变成是蔡英文的地址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应该要来review一下 来回顾一下 赖信源当时接受信传媒的采访的时候 他有什么东西说的是对的 有什么东西是经不起事实查核的 那我们就花一点时间 花一点篇幅来检查 然后也用这个 他的蔡英文现在拿出来的出境证明 来做事实查核 我们就姑且相信 禁管局给我们的出境证明是真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这有趣的事情 在对比赖信源的这一篇专访的时候 我觉得就更有趣了 所以有关于他是不是记忆错误 还是说他是说谎 还是他是护航 这个我们都可以留给大家去做评断了 但是我们就事实查核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看 赖信源当时的这一篇专访呢 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我们下一段进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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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回到现场了 我们看这个赖信源接受信传媒的这个专访 这个从第一段进来 它的陈述我们请老婆进来这个截图 信传媒说赖信源跟蔡英文很不对盘 其实并不是很不对盘 而是后来蔡英文就不太搭理赖信源 并不是赖信源不想要去盘蔡英文这个关系 就我听来是这个样子 那蔡英文为什么不搭理她呢 今天看起来我觉得蔡英文很不够意思 因为当时赖信源对她不错 你看她在英国没有住所的时候 她以赖信源的住所为住所 人家赖信源也让她去 不是吗 那当然后来这个蔡英文就把她的电动打字机 当时很昂贵的电动打字机就送给了赖信源 当作是一个报酬吧 好像以前就把这件事情 以钱为代价 就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我认为这个人情应该是一辈子的 尤其在她学生时期 能够打开自己的宿舍 让你进来住 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一个 这个很 很怎么说呢 很慷慨啊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不是一台电动打字机 就可以这个还的人情 而赖信源在这个事情上面呢 就第一时间又跳出来支持这个蔡英文 其实还蛮有情有义的 这问题是赖信源讲的东西 经不起事实查核 第一段他讲什么呢 他说啊 他说到了选举的时候 川普说欧巴马不是在美国出身的 然后他还讲吴祥辉等人 也说柯文哲中介人体器官买卖 选举一到群魔乱舞 鸡飞可以成事 社会跟着团团转 也就没有是非了 这让他非常不能接受 言下之意是说 川普讲的是错的 言下之意是说 吴祥辉讲的是错的 而且是吴祥辉等人 我不知道他还讲哪些人 那我们来做事实查核 第一个 欧巴马是不是美国出身的 也许有一天会证实 他真的不是美国出身的 那川普讲的话他必须要有他的根据嘛 并不是说选举一到就群魔乱舞啊 好再来 这个事情跟吴祥辉讲柯文哲有活摘器官没有 有没有参与人体器官仲介这个问题啊 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是完全两回事啊 就算川普讲错了也不在不代表吴祥辉讲的是错的啊 而且柯文哲是接受葛特曼的专访 他自己陈述的内容 而这个内容呢 事实证明 是经过三次的邮件的确认 柯文哲确认说内容没有问题 而且他还给葛特曼一张他的大头照 放在了屠杀这本书里面 那请问赖信员你自己看过屠杀这本书吗 有关于柯文哲这个篇章吗 吴祥辉还特别找人把它翻译成中文 够有情有义了吧 你不用花时间去看英文版 你可以看中文版 这个是柯文哲自己接受专访所说的内容 所以他有没有想说 他今天去跟中国的医生讲到什么 这个器官可以有兄弟假 他自己讲的 有没有喝完酒之后 吃完饭喝完酒之后 还有这种花名册 这些相片这些女孩子 你只要勾了就把你送到饭店去 有没有他跟不止一个人讲 所以赖信员从第一段就有问题了 你的意见我们尊重 但是一点价值都没有 你没有根据事实来说话 你至少要看过屠杀这本书 你至少要去研究川普所指涉指摘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 而不是说你看到选举的时候就群魔乱 我不是 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这些议题会跑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你才会关注 选完之后谁会管你啊 所以选举结果什么不重要 我从来不关心选举的结果 我关心的是这一些议题是不是真的 因为他涉及残害人类罪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2024谁都可以当总统 当台湾的总统 我认为只有柯文哲不可以 因为这会变成是台湾的丑闻 你有一个涉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人 而且是在一个曾经接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 提名人格特曼他背后有犹太基金的支持 一旦你变成总统 这个丑闻会捐土重来 所以谁都可以当总统 柯文哲不能当总统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而这个意见是根据事实查核过来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事实查核 賴勋人是这么说的 他说蔡英文在1983年口试通过 他说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是在1983年的夏天 那他通过什么口试呢 我们姑且认为赖信源所说的话没有错 他没有必要说谎 可是他有没有弄清楚 蔡英文到底通过什么口试 我们事实查核的结果是赖信源搞不清楚 他搞不清楚 即使蔡英文去借助在他那里 他们变成室友了 他并不知道蔡英文去参加什么考试 蔡英文也没有清楚的告诉他 蔡英文可能也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他的家人 因为事实查核 现在蔡英文自己说 他的口试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983年的10月15号不是吗 后来又改口说是10月16号没有关系差一天 可是跟赖信源说的1983年的夏天 时间一不一致 不一致 好所以这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吗 所以事实查核 好这个时间是错的 然后他还说 依稀记得在1984年 好像他姐姐还陪他回LSE参加毕业典礼 然后就在信传媒自己就括号了 他说其实不是蔡英林是陪他参加博士落痕口试 所以赖信源在这个问题上面的错误 连信传媒都看不下去 第一时间就把他博掉了 然后他说因为他在1983年的9月 已经赖信源已经到这个Bretton的这个Southis University 他研究另外一个这个题目 所以他没有回到伦敦去跟蔡英文碰面 可是他依稀记得1984年的时候 蔡英文好像有去 有去这个伦敦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出境证明 并没有1984这一段 可是1984蔡英文到底有没有去伦敦呢 我们现在画一个问号 但是他确实不是参加毕业典礼 他也没有参加过毕业典礼 这个就是事实查核 因为很多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旁证 有证人 可是我们要看当事人的主张 就是蔡英文自己主张 他是在1983年的10月16号 最后一个版本 他说他是1983年的10月16号 去参加博士的论文口试 这跟赖信源所讲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不免就想说 那到底赖信源所记忆中的 蔡英文去借助她的宿舍 这件事情确实发生 可是她到底去干嘛 所以有一个旁证可以来交叉 比对 就是说我们帮赖信源去更正 微调 她到底知不知道蔡英文去考什么 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有一些支持蔡英文的人就会说 你看在伦敦大学 她会出版这个目录 论文的目录 那这个目录曾经收录了 蔡英文的打算研究的论文题目 这就是每一年她会 只要你论文的这个题目有通过的话 会有一个论文的题目的这个index 会有这样的一个刊物的这个出版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刊物的出版 其实也是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有哪一些题目 在哪一个年份已经被研究了 有人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题目的研究 那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同样领域 想要研究的人会知道 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哪些题目已经被研究了 可能不要重复研究 或是可以去看 人家已经研究到哪一个程度了 不只是文科还有理科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index 那这个index显示 在1983年的这个秋天 到1984年的9月 那蔡英文的论文题目 他打算写的这个论文题目 是unfiltrat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 这个题目就是他最后主张的 就是说他有一个论文 弄到国图的这个论文题目标题上面 就是这个题目 显然他最后撰写的是这个版本 那所以在秋季的时候 在1983年的秋季 他提交给伦敦大学的题目 是这个题目 也被收入在这个伦敦大学 出版的这个index里面 可以显介一件事情 就时间是显接的 所以蔡英文在1983年的夏天 去住在赖信源的宿舍的时候 他通过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一个题目的考试 通过这个题目的考试之后呢 就是你有资格可以进入博士的学程 用这个题目来进行你的博士的研究 那看你能不能写出来吗 所以他最后通过这个学程 这个研究的题目 是在1983年的夏天 所以其实我很早就说过了 蔡英文一定有资料没有提出来 现在总府给我们看的蔡英文的学籍卡 他的学生记录表上面所登记的东西 充满谜语对不对 我是所有人第一个时间解读的 他提出来的第二天我就解读了 彭P还在他的节目里面 引用了我的解读 我发现了太多的问题了 那么我当时就断言就是说 他应该还有另外一张学籍卡 只是这个东西他不让你看 因为那张东西如果拿出来的话 可能显现什么呢 他根本没有拿到LC的学位 我们现在可能还觉得说 他也许有拿到Anfield一个安慰奖 一个硕士的学位 可是可能未必 所以最后的那张东西 他不敢拿出来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断定 因为他现在给我们看 那张学籍卡上面 根本没有呈现1983年 发生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去注册 可是从赖信员的说法 以及他的这个题目 有在伦敦大学的这个 博士研究的题目里面的 index里面 显然他曾经回去注册 而我们从今天从他的再出境申请书里面 也可以知道就是这个我们有专家告诉我们 他这个申请文案那个字号就代表说他在教育部有通过 他确实还存在的一个学生身份 所以才会许可他可以再出境 既然你还有一个学生的身份 那这个身份从哪里来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withdraw from course 是在他1982年的11月的时候 他就从伦敦大学退学了 以至于1983年的春夏之间 他必须要重回伦敦大学 再取得一个学生的身份 有没有取得应该有取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出境的证明 那个张经律师在彭批的这个案子上面 所申请的希望看到的资料 申请书是希望出境管理局可以给予 这个蔡英文在1982年的11月11号 到1984年的3月31号的促进记录 OK 那可是呢 我们的禁管局给什么资料呢 他给的资料是 这段期间 1982年的11月11号到1984年的3月31号 他只有几次的出境记录 是怎么样呢 第一个 他在1983年的6月30号入境 然后在10月15号出境 又在1983年的10月30号重新入境 所以根本没有1984年3月31号之前 他没有再出国了 以禁管局的资料是这样子哦 那所以赖信源在这篇文章里面专访 信传媒这篇文章里面说 这个蔡英文啊 在1983年的夏天 通过了博士口试之后呢 他就回台湾了 他没有回台湾 他没有耶 从禁管资料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事实差额的结果就是 从禁管的资料知道说 蔡英文飞美国去了 他离开英国之后到美国去了 到了美国之后 从旧金山在1983年6月30号 从旧金山返回台湾 然后他一再台湾落地 在当时的中镇机场就怎么样 申请他要再重新返回美国 干什么 我的猜测 我的推论 最合理的推论就是 他要去参加美国纽约州的律师考试 他要参加美国纽约州的律师考试 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纽约州的律师考试是每年的7月底 最后一个礼拜 或者是2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 所以一年你可以考两次 你如果考不上的话 你可以考两次 所以很多人考了好几次 以蔡英文来说 他不是考了好几次而已 他总共从他真正的毕业 从堪海尔第一个LM毕业的时间 就是台美断交的时间是1979年 他从1979年一直考到1986年才通过 所以如果一年考两次他都去考的话 他拿了手上的资料 第一年你要准备考试的时候 就要资料了嘛 你拿着手上准备考试的资料 总共最多可以考8年的时间 9年的时间 8年的时间 你总共最多可以考16次 那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考了几次 那可是他这一段时间的出境记录 还真简单 他总共只有一次出境记录 他入境两次一次出境 所以根本没有他所说的 他去参加口试 本来说他加加口试的时间 是什么时间乱周 因为这段时间很不幸的 他的出境记录只有一次 就是1983年的10月15号 这很有趣吧 所以他也只能周他在1983年的10月15号 去口试 然后本来LSE也配合演出 就说他是10月15号 但最糟糕的就是大家忘记有时差了 他当时出国是那一天不代表什么 他非英国 也不代表他可以抵达英国 但是第一时间LSE已经说了 他是10月15号来口试的 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天是周末 我连日期都忘了去查了 是周末 所以周末学校会帮你开灯 教职人员会为了你口试来上班 大开方便之门有没有可能性 有宗教信仰的人不用上教堂 这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视察和发现 这个赖信元的记忆 可能没有出错 但是他没有搞清楚 蔡英文到底是去干什么的 然后考完 然后他们也去庆祝 去开趴 这可以理解 因为只是通过一个题目 然后蔡英文很沉默 所以你自己把他脑补成说 他通过了博士学位了 他也不会反驳 因为他跟他爸爸学到了就是这一招 就是耍英诚 你猜不到啊猜不透啊 这就是他的性格 所以到今天为止 即使曾经担任过他的室友 赖信元还是不了解蔡英文 我不知道当我们有这么多的证据出土之后 赖信元 信传媒要不要重新采访一次赖信元 就事实上的部分 已经有出境证明 这都是官方的资料 已经有LSE 伦恩大学 以及英国的ICU 他们的正式的决定书 通通都出来了 我们再来问一次赖信元 你如何重新来看蔡英文的学位的问题 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可是我们的媒体通常就是做一半 那你后段要不要再去追呢 应该要继续追下去 那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会比较长 我们把赖信元的这篇文章呢 我们就把它走完 那所以我们分成三段 下一段进来我们继续来做 我试试好喝 手脚冰冷别烦恼 暖胃暖宫护腰 行动电源水擦即用 可水洗可拆开使用 爱用者推荐 健康首选 吱咪 字幕装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浴室 浴室其实大概就是有淋浴间 有浴缸、马桶 然后有提炼台 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 各种的毛巾、浴巾的使用 就是你如果在浴室里面阴干的话 它就会发臭 那所以我其实长久以来 在还没有干妈妈之前 我长久以来我就是 不喜欢使用毛巾来洗脸 我大概都是用泼水的方式 或是洗澡的时候把脸洗干净 然后平常就用泼水的方式 再用干白巾把脸拍干 那这种有了干妈妈之后 我就敢用毛巾来洗脸 那我介绍过了干妈妈它的原理就是 把电能转换成热能 然后非常的节能 然后它因为有变压器 有变压器 所以呢是直流电 非常的安全 使用上面节能安全是最重要的 它的使用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把它打开之后 包装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魔鬼沾 然后挂在这个杆子上面 现在我手摸这个杆子都是温暖的 它力量一直发出微微的温度 大概就是五六十度足以杀菌的温度呢 来达成 整个浴室也可以有烘干的效果 那当然浴室如果你长期就是关着窗户 没有对外 那非常的潮湿 那为什么它一点点的热能在这边发散 它就可以达成干燥浴室的效果呢 就是因为只要有一两度的温度的差异 那水蒸汽水分 它会往比较冷的地方跑 利用这种物理的自然的原理就可以达到 那如果说是一般 如果是小朋友啊 洗完澡啊 擦干 那微微的湿润的时候呢 把它枯上去 那第二天你在使用的时候 它就是干燥的 然后闻起来也是香的 那我通常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会做好几层的利用 就是浴巾也一样 有时候擦完头发 它有点微微的湿 那并没有弄脏它 所以我不会马上把它拿去洗 我就把它铺起来 好 我就会这样把它晒干 好 晾干 那闻的时候 你一闻就知道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汗臭啊 味道啊 只有你所使用的肥皂 或者是你使用的这种洗脸乳的香气 好 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 这个干妈妈 怎么运用在浴室啊 我们回到现场 那新传媒这篇文章有一段还蛮长的 好 赖信员这么说的 他说1983年 蔡英文完成博士论文之后 在等待口试举行的那几个月的期间 班来与我同住 好 所以我那时候是像一位印度籍的 就读伦敦大学高等教育学院的一位博士生 好 私下分租 学院通 这个提供给他的 有眷属家庭的这种学生宿舍 好 因为呢 他的先生很少从印度来伦敦 好 所以房间空出来了 然后在那段等待口试的期间呢 蔡英文很热心的 好 帮忙打字啊 电动打字机啊 然后 这个电动打字机呢 在1983年的夏天 蔡英文通过口试 结束学业返台前 把他送给了赖信员 好 这样一个说法 然后赖信员很高兴 他说他 带到这个苏石大学去使用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很羡慕跟他借 然后我们来做试试查核 这段话 赖信员说蔡英文在1983年的夏天 通过博士口试 结束学业返台 这一点 就赖信员的印象 有一件事情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就是 蔡英文彻底打包离开了英国 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就在1983年的6月夏天 他彻底离开了英国 这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 可是也可以确定的就是 蔡英文并没有在1983年的6月通过博士论文的口试 也没有拿到学位 因为蔡英文现在自己的主张是他在1983年的10月15号才去口试 所以就蔡英文自己反驳 赖信员就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说了 就是试查的部分 然后但是有一件事情 可以搭配我们看到的禁管局的资料 蔡英文是在1983年的6月30号从美国返回台湾 所以赖信员再一次犯了一个错误 他只知道蔡英文打包离开了英国 可是他不知道蔡英文到哪去了 蔡英文到哪去了 他跑到美国去了 好所以这个试查的部分 OK 我们就那个赖信员的说法 我们再来进行试查和4 第4点 所以其实赖信员已经在这个专访里面 用他自己的记忆犯了很多的错 但他记忆可信的部分 我相信整个脉络来就是 蔡英文在什么时间去住在他的宿舍 这件事情他不会记错 蔡英文有去考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件事情他不会记错 他没有去庆祝他也没有记错 蔡英文什么时候彻底离开所谓的学 所以赖信员这一段陈述完全是他个人的意见 也跟伦敦大学跟LSE的校规是不符的 那为什么会犯这个错呢 其实关键就是赖信员他当时是一个硕士的学成 他根本搞不清楚关于博士的学成的规定 然后第5段 赖信员说1983年 一位年轻非常害羞内向的博士生蔡英文 为什么要骗 如何从英国一路骗回台湾 骗谁呀 什么动机骗 这个是逻辑的问题 他说当时蔡英文才二十几岁 那么快就拿到博士学位 如果论文没过 他一定会继续在英国把博士论文做到完成才离开 因为当时年轻位设事的他就是想拿学位回台湾教书啊 这段话很有趣 事实查核的结果就是 蔡英文就是要想到拿到教职所以需要骗啊 台湾各大学都发生过有人拿虚假的博士的资料 证书然后去骗德教职啊 政大也发生过啊 这就是动机啊 你说不可能的就是动机 而且你说二十几岁的涉事卫生的人不会骗 这个逻辑是什么 从他的入出境的申请书 他明明就不是博士生 他明明就不是博士 可是在学历上面填博士 这就是欺骗啊 事实证明他就是一路骗啊 他有动机啊 那有没有成功呢 骗成功啦 这是赖信员的议测 所以这样的议测 事实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那么信传媒也就 就直接就把它刊登了 那有一些人不明就里 在当时当我们没有这么多证据出土之前 你看到赖信员你就会觉得说 这也算是一种权威的这个说法吧 因为他是他的室友啊 他是第一线的这个目击证人啊 而且他现在两个人并不合啊 他没有必要为蔡英文说好话 他又不是英粉 所以可怕就在这里 即使不是英粉也会出错 也会误导大家 所以四十三和六 今天我们的最后一段 四十三和六 赖信员的这个最后的陈述 他说校方大概讲LSE吧 有证实呢 蔡英文有拿到博士学位 英国大学的体式就是这么简单 学校发出信件证明就是了 然后呢 学校自有其作业系统 况且呢 他如果没有博士学位 也不可能1980年代 在台湾东武和政大 拿到副销售较职 这段我觉得赖信员可能有点高级黑哦 他特别他这段话其实你可以再多咀嚼几次哦 他在讲什么呢 他在讲说没有博士证书没有关系 他说因为啊英国大学体制就是这样 学校发出信件证明就是好像可以取代博士证书一样 没有博士证书可是他有学校证明啊 可是赖信员你知不知道他提出来的所有的学校证明都是赖本 而且没有人签名 一开始提出来的本本根本没有人签名 被盖掉了 你为什么不提出证本呢 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证本 所以那个是伪造的有没有可能性 有啊 你提出来的赖本没有证据力啊 那到底赖信员是不是高级黑他啊 就说你看学校证明哦 然后他没有证书 没有证书也没有关系 论文也没有关系 我们事实查核一下 到目前为止各方追查逼问的情况之下 我们独立媒体人这个Richardson 他接到这个ICO就是英国皇家独立机构 这个资讯特任官办公室 他们最后做了一个decision 这个决定书 确定LSE没有蔡英文的博士口委的名单 也没有口试的结果报告 这些data全部都没有 拿不出来 那拿不出来 也没有口试的证据 也没有论文 当时也没有论文入库的 这个当年的所有的博士生都有哦 结果你没有 你也没有入库的number 你至少论文进去 如果真的主书馆修散 所以可能遗失了 不见了 三个大学同时都遗失 这些主书馆通通都遗失 那么你至少会有入库的号码 也没有入库的号码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是有口试吗 而且以时间来推断 入资性管理局 现在所提出来的证明 可以证实就是蔡英文 从来没有去伦敦大学 没有去LSE 通过博士口试 这就是我们花两年的时间 重新来看 旧视察和耐性元的这一篇 性传媒的专访 我们得到的结论 好 我们下一集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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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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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